全文一根到底 精彩故事马上开始 我从小霸凌柳如烟和她的两个好闺蜜 不为别的 只为等男主出现 系统苦口活心 你趁现在把男主的活抢了 以后不就有活路了吗 我哪里肯听 后来女主长大 男主终于出现 我直接溜至大吉 谁知却被揪着耳朵 脖子上套着条皮鞭 三个女主直接把我扑倒 说你最喜欢谁 哈哈 终于找到能扫相皮屑的工具了 我眼前一亮 发现柳如烟扎着一条乌黑的大便子 我迅速伸出手 一把拽住便烧 将它荡成扫帚 在干干净净的书本上扫来扫去 柳如烟被我粗暴的举动弄疼了 她眼泪汪汪的求饶 轻点 你轻点 很痛的呀 可我却对她的哀求充而不稳 继续玩弄她的大便子 这时 沈幼楚走了过来 她穿着一件嫩黄色的公主裙 看起来就像童话里走出来的小公主 我顿时来了兴趣 松开柳如烟的便子 朝沈幼楚走去 喂 小丫头 你看什么呢 我双手还胸 故意做出一副凶狠的样子 沈幼楚似乎被我吓到了 她眼睛瞪得圆溜溜的 闭脸无辜 看着她萌得如同阴短 我突然心血来潮 猛地冲过去抱住她 巴唧一声轻在了她粉嫩的小脸蛋上 我惊叹 你的脸蛋像个肉包子 真是太软了 沈幼楚被我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愣住 还没等我再轻一口 她已经回过神 使劲推开我 呸了我一口 转身跑走了 太不识道了 我的视线落到大厅角落 那里 秦小鱼似乎没有听到我们这边的打闹 头都没抬 一直在奋笔集书 还是秦小鱼好 认真帮我抄作业的女生才最可爱 柳如烟还在一旁抽抽搭搭地哭着 我不耐烦 哭什么哭 再哭我就把你扔到垃圾站去 她立刻止住了哭声 只敢用湿漉漉的眼睛看着我 这时 秦小鱼走了过来 默默地递给我一打作业本 我接过来看了看 不满地问 怎么没有家长听血 她皱了皱眉 耐得我怎么帮你血 晚上你 没等她说完 我就拉过还在打哭阁的柳如烟 你来给她听血 那你干什么 秦小鱼问 我挥了挥刚从玩具箱里找到的小皮鞭 我看着你们那少废话 快干活 沈幼楚今天胆子肥了 竟然敢呸我 看我一会儿抓到她 怎么打她屁股 柳如烟吸了吸鼻子 红着眼睛瞪我 纪博达 你会遭报应的 我魂不在意 故意使坏把她头发抓散 哈哈 只要不娶你这个丑八怪当老婆 什么报应我都不怕 就在我得意洋洋的享受着 这种小霸王的生活时 有个自称系统的声音 在我脑中响起 她说 我是个小说中的恶毒男配 我天天这么欺负女主 等男主出现 我的下场可惨了 七岁的我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系统苦口婆心 寻寻善诱 你趁现在把女主的活抢了 以后不就有活路了吗 我问她什么意思 就是你对他们好些 给他们温暖 我生气了 开始使劲地摇脑袋 然后撞Q恶撞沙发店 直到 大哥大哥 系统声音虚弱 别晃了 我晕 要吐 我得意地扬了扬眉毛 别对我指手画脚 我为什么要对他们好 我反问她 我就喜欢看他们被我欺负的样子怎么了 你你会后悔的 系统被我气得说不出话来 几年后我们都长大了些 他们三个也出落得越来越出重 一个气质沉浸温婉可人 一个娇俏可爱活泼灵动 一个冷艳迷人 高贵优雅 即使穿着蓝白运动校服 三人走在校园中 也是最显眼的存在 我不好再对他们明目张胆地使坏 当然 主要还是他们没有小时候那么好拿捏了 但背后高贵还是可以的 我跑到柳如烟父亲面前 垮着脸非常担忧地说 柳叔叔 如烟最近神神叨叨的 我上次看他上语文课偷偷看一经 我真的很担心他 柳叔叔火冒三丈 现在都高二了 他还有心思看杂书 看他回来我怎么收拾他 我在沈幼楚父母面前表现的董事名领 楚楚花钱太大手大脚了 别的倒没什么 学校附近来了一群小混混 我很担心他会被盯上当然 我会尽量每天和他一起放学 就怕 沈阿姨一脸感激 还是明怀考虑的周到 我晚上就把他小金库的钱收回来 我在秦小鱼父母面前哀声叹气 老实说秦小鱼非常不合群 不喜欢和其他人来往 可能心里有问题 我是他最好的朋友 知道他不是那样的人 可是 秦阿姨皱起了眉头 还好明怀告诉了我们这件事 我们会找他好好聊聊的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大聪明 第二天 我在学校被赌了 沈幼楚冲进我们班 一把揪住我的耳朵就把我往外拖 高中生活本来就枯燥无味 难得有这样的热闹可以看 同学们纷纷围观起来 喂喂喂你轻点啊 我疼得呲牙咧嘴地求饶到 你干嘛呀 我又没惹你 听说你很担心我 沈幼楚冷笑一声 我心里咯噔一下 暗叫不好 他肯定知道了我背后告他状的事情 嘿嘿我 我这不是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吗 我硬着头皮解释 同时用眼神示意一旁的柳如烟和秦小鱼帮忙解围 谁知柳如烟浅浅笑了一下 侧头对秦小鱼说 他还跟叔叔阿姨说 你才是他最好的朋友呢 秦小鱼渲然欲气 我原本也把他当成最好的朋友 谁知和女生比差异 好比关公面前耍大刀 我自知比不过 但还是气得牙痒痒 只能放出杀招 秦小鱼 你昨晚还说喜欢我 今天怎么就置身事外了呢 周围同学一片哗然 八卦之火熊熊燃烧 柳如烟面色一沉 你们俩背着我们有一腿 沈幼楚拎着我耳朵的手也放下 大家都是朋友 那就永远是朋友别道别的 我揉了揉耳朵 浑身轻松 你俩说的怎么这么难听 好像我没看过你们的古招似的 人群炸了 我潇洒抬手 做了一个压下的手势 你们思想别握住 我是指他们刚生下来时的照片 我们三家都在一个别墅区 从小就认识 三人或羞或气 都脸颊通红 一言不发 好似三朵红艳艳的桃花 这边的骚动很快引来了老师 人群很快被驱散 经过一番了解后 老师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把我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才让我们离开 回教室的路上 看着三人间尴尬诡异异的气氛 作为始作俑者的我大笑起来 放心 哥们万花从中过 片叶不沾身 然后引来一阵粉泉暴揍 系统哀气不争 大哥 咱们能不犯贱吗 对人家好点 你不就成男主吗 好不容易泼天的富贵轮到你头上 你干啥非得用盆再泼出去 你打水仗玩啊 道理我都懂 但我就是不分 虽然我是个书中炮灰难配 但我生活在这里 这里就是活生生的生活 我为什么要不有剧本的人生 要是为了完美的结局而改变自己 我才真是沦为工具人吗 我的人生我做主让作者哭去吧 当然 这三个人只能由我欺负 若是外人敢来撒野 我的拳头可不会留情 虽然我不屑走系统建议的人生 但无力只也算装逼技能之一 从小 我便在训练上投入了无数的金钱和汗水 有一天中午 柳如烟眼圈红红地从校外走回来 我顶着同学们对我的谴责眼神 把他拉到一边询问原因 原来 刚刚在校外的一条巷子里 他被一个花壁男飞里了 怒火在我心中瞬间燃烧起来 我安顿好沈幼楚和秦小鱼陪伴柳烟 便孤身一人重返那条小巷 巷子里 一个黄毛花壁的男人正斜靠在墙上 嘴里叼着烟 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 我走过去 拍了拍他的肩膀 兄弟 听说你骚扰我的人了 他转过头来 看了我一眼 痴笑道 你算哪分葱 也敢管老子的闲事 我没有说话 随意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 拍到他的手上 这是一万元 拿着钱滚蛋 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 他愣了一下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你以为这点钱就能打发我 这女的 我要定了 你的钱 我也要 话音未落 他便挥拳朝我冲来 我本来想着能用钱解决的事 就不用动拳头 谁知这次不识抬决 几分钟后 他被我打得鼻血横流 牙齿也掉了两颗 跪地连声求饶 看着巷子口冒出的三个小脑袋 我嘲讽地笑了笑 还能被这种东西欺负 真蠢 上一刻还满眼星光 一脸崇拜的女孩们 瞬间被我气得脸颊援舞 活脱脱就像三只气呼呼的小河豚 当个恶毒男配太爽了 嘚嘚色色中 时间不经意地悄然溜走 男主相遇 据传 在一个狂风肆虐的台风润 当男主驾车前行时 他瞥见路边一个被雨水淋透 宛如落汤鸡般的女孩 他热心肠地邀请她上车 送她回了家 接下来 短暂的相遇变成了深陷爱河 无法自拔 半个月后 我接到了秦小鱼的订婚请柬 我只能用一个字评价 超 订婚晚宴上 我见到了传说中的温柔可爱 宽肩窄妖双开门帅哥 他只用了一瓶萤火虫 不但让秦小鱼眼中满是惊喜和感动 连台下的柳如烟和沈又厨也羡慕不如 就是霸道女总裁和浪漫小买狗的狗血爱情 有什么好磕的 我撇了撇嘴 不屑一顾 第二天 我踏入秦小鱼家的门 却意外地发现柳如烟 沈又厨和佟金城也在场 他们四人围坐在一起 谈笑风生 我成了唯一的局外人 佟金城一句随意的我饿了 三个女生便立刻忙碌起来 柳如烟开始做饭 沈又厨熬汤 秦小鱼则削起了水果而同金城 他只是斜铐在厨房的门框上 双手插兜 与他们轻松地说笑 而同金城 他只是斜铐在厨房的门框上 耍帅式的手插在裤兜 与他们说说笑笑 他的每一个笑容 每一个与我的对视 都仿佛在向我炫耀着他的圣语 被冷落在一旁的我不由地翻了个白眼 男主了不起啊 人家宋宴好歹还会煮白粥 你就会两手插斗 我越想越气 转身就走 我穿过花园时 沈又厨追了上来 手里还拿着一个消好的亡灵屏 那可是我的最爱啊 然而现在 他却拿着它去讨好铜金城了吗 我心中的酸色与失落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纪伯答 你干嘛去 沈又厨声音中带着急促的喘息 回家 难不成留在这里看你们轻轻我我吗 我冷冷地回答 语气中的刻薄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沈又厨听了我的话 眼中闪过一丝受伤的神色 但他很快恢复了笑容 俏皮地把苹果塞到我手里 怎么 吃醋了 我却把苹果又塞回他手中 别人的东西 我不要嫌脏 这时 柳如烟和秦晓鱼也走了出来 秦晓鱼看着我 眼神复杂 纪伯答 够了 从昨天开始就一直板着脸 不愿意你可以不来 我冷哼一声 没有说话 心中的愤怒与怅然若是交织在一起 让我无法开口 柳如烟见气氛紧张 半开玩笑地说 你不会是因为看到我们一个个都订婚了 所以着急回家相亲吧 不过你这种嘴欠招人烦的性格 估计没有女生会喜欢你 她的话像是一根导火锁 瞬间点燃了我心中的怒火 我扯动嘴角 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 你们就好好享受你们的幸福时光吧 我以后不会再爱你们的眼了 我要出国流血了 你什么意思 三人一口同声地问 面露震惊 意思就是 你们以后再也看不到我了 这算不算我送你们的开心大礼包 我故作轻松地回答 理由呢 不许去 你到底在逃避什么 这次三人一口一声了 我气乐了 我出国流血为什么要向你们报备 你们是我什么人 那我们这么多年算什么 秦小鱼的声音有些颤动 手紧紧抓着我的胳膊 算你们给我当牛做马呀 怎么了 被我欺负习惯了 离不开我了 我突然笑了 但心中却涌起一股莫名的苦涩 看着秦小鱼眼里的受伤与失望 我捏了捏她的脸 别这么哭丧着脸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爱上我了呢 我可是兔子不吃窝边桃 我和她僵持片刻 她拽住我的手渐渐松开 没良心的人不配被爱她说 就在我准备再奚落两句时 突然看到了站在别墅门后的铜金城 她的脸在阴影里半明半暗 冰冷的眼神让我心中意紧 按照原小说的剧情发展 很快就该爆发一场 三女一男的爱情争夺战 但现在她的眼神 似乎已经对我充满了论 这时她默默地说了一句话 你真可怜 虽然声音很小 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无知者无畏的小孩子 也早就过了与全世界作对的中二时期 对于那些天选之子 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第二天一大早 我拎着一个小小的随身行李箱 踏上了飞往英吉利的航班 不告而别 是我对他们最后的倔强 留学的事情 父母可以慢慢给我办理 但我现在需要先去放松一下心情 在登机前 我把旧手机关机 并取出一张新的电话卡 放进了新买的手机里 新地生活 就从远离男女主开始吧 五年的时间转瞬即逝 我读完研究生 同时还开了一个小公司 在国外的生活让我乐不思数 直到我爸给我打来电话 下周是你奶奶八十大手 这次你必须回来 我犹豫了一下 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毕竟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国 看望爷爷奶奶 他们是我最亲的人 我很想嫁 至于那三小只 虽然我刻意回避着他们的消息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也没听父母提起过 他们结婚的事情 想必男主也很纠结选择谁吧 大概这个原因 男家现在还好好的 我觉得自己回国 问题应该不大 也许是因为我脱离了原剧情太多 戏统自从我到了英国后 就再也没有搭理过我了 出了机场 我打开微信 看到父母的留言 晚高峰塞车会稍微晚点到 想了想 我淡定地走向西烟区 一个大波浪美女 背对着我站在夕阳下 曼妙的身材将金色光韵 分割成凹凸的两部分 她手指细长 倾加着一只女士香烟 谈烟地的动作 既优雅又带着几分跳动 我站在不远处 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冲动 将手中的烟蒂按灭在垃圾桶上 我深深吸了两口气 驱散嘴中的烟味 然后整理了一下戏装 向她走去 小姐 能借一下您的打火机吗 我尽量让声音显得自然而犹豫 她闻声回头 露出一张我熟悉至极的面孔 秦小鱼 我愣住了 秦小鱼眼中也闪过一丝惊讶 她嘴角微钩 眼中似乎有两个小星星点亮了 纪博答 你回来了 嗯 我回来了我有些手足无措 心中的激动瞬间消散无踪 这是什么运气 突然 她上前紧紧抱住我 这几年 你过得好吗 她的心跳声在我耳边回荡 让我不由自主地加速心跳 我深吸一口气 想要推开她 却发现自己竟然有些舍不得 我 我很好我结结巴巴地说 你呢 我不好 纪博答 我一点也不好她的声音颤抖着 当初用铜金城刺激你 是我做的最愚蠢的决定 拦主竟然变成了工具人 她松开我 拉着我走向停车场 跟我来 我有话要对你说 我被她拉进车里 她的驾驶技术娴熟而逊我 很快就来到了她家 一进门 她再次抱住我 疯狂地稳着我 从门厅到客厅到沙发上 她的吻热烈而深情 你不通我 她趴在我身上 抬起头 恶狠狠地说 看着她娇艳欲低的唇 我哪里还有理智可以控制 一口咬了她的下唇 疼了吗 她愣了一下 疼死了她的嗓音压压的 还带着一丝娇媚 就在我们情绪 又将失控的时刻 门铃响了 我瞬间清醒过来 趁机挣脱她的怀抱 父母来得真是时候 又好像不是时候 我落荒而逃 回家刚吃过晚饭 门铃响起 我打开门 站在门外呢 竟然是柳如烟 她身着一袭 简约而优雅的白色长裙 长发如瀑布般自然垂落 轻轻搭在纤细的肩头 散发出一种温婉甜静的气质 晚风轻浮 裙摆轻轻摇曳 仿佛古典画卷中走出的是你 纪伯达 好久不见呀 她微笑着打招呼 眼角轻轻上扬 露出一种令人心动的妩媚 我愣住 心脏仿佛漏跳了鸡派 如烟 你怎么来了 声音都有些颤抖 听说你回国了 我特意过来看看 她的声音柔柔的 随着话语的落下 她的手指轻轻捋了 驴耳边的长发 我那刚刚漏跳的小心脏 又像被羽毛扫了一下 这些女人 都修炼成妖精了吗 我请她进屋坐下 漆上一壶好茶 聊起了这些年的点点滴滴 秦小鱼如今 已经继承了家族产业 成为了商界的女强人 而神幼主 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 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和追捧 至于柳如燕自己 她凭借着对风水学的 深厚兴趣和天赋 拜入了一位 有名风水大师的门下 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位 备受尊敬的风水士 秦小鱼与佟金城的婚约 早已解除 虽然两人未能走到最后 但秦小鱼始终心存愧疚 在分手之后 她帮助佟金城实现了创业梦想 成立了一家美容器械公司 在秦小鱼的鼎力相助下 佟金城的公司迅速崛起 成为了市场上的佼佼者 你呢 这几年过得怎么样 柳如燕突然问道 眼神中闪烁着关切的光芒 我笑了笑 我挺好的每天吃喝玩乐 逍遥自在 她轻轻地撑了我一眼 呸 你就是个口是心非的家伙 夜深了 我送柳如燕回家 走在熟悉的小路上 月光如水洒在她的脸上 映出她温婉的轮廓和柔和的侧脸 我们静静地走着 享受着这难得的宁静时光 到了她家别墅门口 我们依依不舍地到了再见 看着她走进院门 我转身准备离开 却在这时 她突然跑了回来 点起脚尖在我唇上轻轻印下一个吻 晚安她羞涩地低于一声 又迅速跑回了家 回家后 我坐在沙发上发呆 今天的经历实在太让人意外了 这时老妈走了过来 看到我脸上的口红印 爷爷道 儿子你可不要脚踩两条床哦 我瞬间尴尬无比 连忙解释道 妈 不是你想的那样 临睡前 意料之中的 我收到了沈幼楚添加好友的生气 我深吸一口气 按下了接受 沈幼楚几乎是立刻就发来了语音 好久不见呀 纪伯达听说你回国了 我立马就来联系你了 够意思吧 她甜诺的声音里透着亲密和撒娇 仿佛我们从未分离过 我笑着回应 好久不见 大明星最近过得怎么样 嗯 还好 每天都挺忙的 但也挺充实的 我听出了她语气中的疲惫 你从小就漂亮 注定会成为明星不过 记得要注意身体 别让自己太累了 她开心地回答 嘿嘿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这局把我搞不会了 见我迟迟没有回复 沈幼楚又发来了一段话 纪伯达 以前我可能有些幼稚不懂事 连自己都不清楚从何时开始 就那么轻率地喜欢上了你 但现在我已经成熟了 经过深思熟虑 我发现自己对你的感情从未改变 请你等我 我明天就去找你 我看着屏幕上的字 心中的三条线 绕啊绕啊 乱成球了 第二天下午 沈幼楚就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家客厅 我妈在一旁看着我 眼神里透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意味 为了逃避我妈那犀利的目光 我赶紧约上秦晓鱼和柳如烟 四人一起来到了KTV 今天 三个女人都打扮得格外精致漂亮 秦晓鱼身着一件身臂白衬衫 她的胸部丰满挺拔 身臂的设计 更是让她的性感暴露无遗 她的长发被随意地盘在脑后 露出修长的脖梗和性感的锁骨 让人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 柳如烟穿着一件水墨修身旗袍 上半身仙气飘飘 下面高开叉的设计则让她的眉腿落影落现 引人遐想 而沈幼楚则穿着一件短短的浅蓝色衣 自领泡泡绣衫 露出精致小巧的尖头和纤细的腰肢 下面搭配一条白色热褲 活力四射 清纯可爱 让人眼前一亮 这就是三个折磨人的小妖精 我很担心今天我的唐僧肉能不能保住 我们边喝边聊 气氛逐渐热烈起来 这时 沈幼楚点了一首老歌 月亮代表我的心 非要拉着我一起合唱 他挽着我的胳膊 唱着唱着 我的手不知怎么就还到了他的腰上 沈幼楚翘脸一红 小手在我腰上掐了一下 出于下意识的习惯 他坐在沙发上 而沈幼楚也顺势跌进了我怀里 幽幽的柔软让我意识更模糊 电光火时间 一个蜻蜓点水的吻印在了我的唇上 这是我的初吻 你要对我负责 他瞇着眼睛 撒娇地揪着我的耳朵说道 这时 秦小鱼走了过来 拉起了沈幼楚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皮鞭 打了一个结套在了我的脖子上 我的也是初吻 你怎么说 我浑身一哆嗦 心想 这位姐姐玩得这么花吗 同时也不禁感叹 同京城的无能 连这种油污的初吻都没拿下 看着我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秦小鱼白了我一眼 谁像你那么花心 此时进西北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又有人来搅局 谁还不是初吻呢 听那清冷的声音 就知道是柳如烟 说 你最喜欢谁 三人开始逼宫了 我心里暗叫不妙 并急乱投衣 系统 快来救狗命 久不出生的系统 这次倒是反应的快 则则则 超出业务范围 你自求多福吧 观音菩萨 西天佛祖 耶稣 妈祖 哪位大神能来救救我呀 就在这时 KTV门被敲响了 玻璃窗上出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同京城 同京城推门而入 一身米色休闲西装 显得考究又随形 对比穿着大裤衩子 白T恤的我 同京城就是只高贵的我 他一进来 目光就锁定了秦小鱼 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 仿佛完全没注意到 秦小鱼手中的小屁边 翻翻 我在停车场看到你的车了 就知道肯定能找到你 同京城和柳如烟 沈又厨打过招呼后 转向我 故作惊讶地说 哎呀 这不是纪伯达吗 听说你出国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瞥了他一眼 淡淡地回答 刚回来不久 同京城却毫不在意我的冷淡态度 一屁股坐在我身边 开始热情地攀谈起来 话中透露出预报 琵琶半真面敌优越的 达哥 你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 现在应该已经学成归来了吧 准备在国内大展拳脚了吗 我皱了皱眉 感觉他的语气有些不对劲 但我还是实话实说 还没学成 这次回来只是半点事情 办完就得回去 沈又厨一听我还要回去 顿时急了他不顾其他人的目光 拉住我的胳膊 撒娇不让我再去英国 秦小鱼想了想 说 我们公司正好有对外投资的计划 红金城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将 但很快又恢复如初 达哥 你是担心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吗 其实我和秦小鱼一起 经营了一家美容仪器公司 发展得还不错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考虑来我们公司上班 说着 他得意起来 我们公司马上就要成为 HR的中华区代理商了 你应该听说过这个品牌吧 在欧美市场非常火爆 他的目光在三个女孩身上扫了一拳 继续说道 那款美容仪现在可是抢手货 一击难求不过呢 我手里正好有一个样品 他故意顿了顿 然后得意地笑了起来 等我成了代理商 第一时间给你们艺人送一台 我垂下眼眸 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容 我皮皮一笑 我对去你公司 没兴趣 佟金城的笑容瞬间凝固在脸上 他尴尬地咳了一声 达哥 你别这么固执吗 其实我也是看在你和秦小鱼 多年的情分上 才想拉你一把呢 我脸沉下来 刚要说话 沈幼楚再也忍不住了 他猛地站起来 双手插腰怒视着佟金城 你少在这里拉踩明淮 你以为你是谁 凭什么在这里对明淮指手画脚 秦小鱼也皱了皱眉 正要开口 却被柳如烟拉住了 他走到佟金城面前微微一笑 佟金城你知道吗 其实你们公司所在的写字楼 是男家的产业 你们不要误会 我也是好意他语气里满是委屈 我只是觉得男人不能总靠家里 还是有一份自己的事业好 一个大男人 说话茶里茶气 真是让人笑话 我不想再看他的表演 打开身边的包 拿出三个精致的盒子 你说的是这个吗 他疑惑地借过去 前后翻转仔细看了看 很不屑地说 倒是这个牌子 不过你这款比我手里的要小 应该是以前的老款 听到这里 我不吃笑出声 这款是上周刚研发出的最新款 还没量产 看着佟金城怀疑又惊讶的表情 我恶趣味地装了一把 不好意思 刚才忘了说了 AX是我投资的公司之一 此话一出全场震惊 佟金城的脸色瞬间变得一片死灰 嘴唇颤抖着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看着沈又楚秦晓鱼和柳如烟惊讶 崇拜地望着我 我得意地扬了扬眉毛 最后佟金城终于回过神来 他匆匆说了一句我还有事 就落荒而逃 看着他狼狈的背影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一周后 秦晓鱼果断地从佟金城的公司中撤资 使佟金城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和资金支持 原本 英国公司的总经理肯与佟金城的公司协商 AX的代理权 完全是我的暗中推动 现在秦晓鱼与佟金城的公司已无任何瓜葛 代理权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再交给他了 这一连串的打击 让佟金城的自尊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失败 更不能容忍我的公司在他的眼皮下进入华国市场 发展壮大 于是 他开始对HR使应招 为了获取我们的商业机密和客户信息 佟金城不惜重金雇佣了一批黑客 这些黑客潜入英国公司的网络 试图窃取我们的核心技术 幸运的是 我们的网络安全团队及时发现了这些黑客的入侵 不但排取了有效的反制措施 还将计就计 散播关于我们公司的负面消息和谣言 他编造了一些虚假的客户投诉和产品质量问题 企图损害HR的声誉和形象 阻碍其进入华国市场 还没等我出手反击 三个女主角就投资成立了一家新的美容器械公司 秦晓鱼担任CEO 沈幼楚作为形象代言人 而柳如燕则担任特别顾问 他们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人脉资源 迅速打开了市场 与多家知名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明怀 你就在一旁看着吧 看我们如何收拾佟金城这个恶毒的家伙 他们信心满满的对我说道 我能说什么 有几个男配能看到女主们打垮男主的精彩剧情吗 秦晓鱼向我要了HR的国内代理权 在沈幼楚的强大号召力下 HR很快成为了最抢手的美容仪之一 秦晓鱼的饥饿营销模式 更是将HR运作成了科技美容仪中的奢侈品 引领了市场的潮流 我不知道柳如燕的神秘学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 但可以看到的是 HR的扩张之路一帆风顺 势不可挡 与此同时 铜金城的公司却陷入了困境 他们公司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远远比不上我 新品研发也由于被误导而陷入了歧途 公司的市场份额被秦晓鱼的新公司一点点蚕食 客户大量流失 市场份额急剧下降 最终 经过两年的苦苦挣扎 铜金城的公司黯然离场 他的商业帝国彻底崩塌 我一直纳闷 他们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 问过他们 他们都说不知道 秦晓鱼的回答更直接 我要知道我什么时候喜欢上你的 那我可能就不喜欢你了 我甚至问过系统 系统沉默了一会儿 叹了口气说 大概是你不甘心听我的意见 一意孤行 闯着闯着就闯成你自己故事里的男主 这种结果 让他觉得自己的存在似乎失去了意义 但话说回来 谁不是自己生活中的主角呢 自亦妄为 志得亦满 不会沉迷在过去 也不会折扰于虚妄的未来 勇敢地做自己 不为任何人改变 这样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爱吧 现在最愁的就是我妈了三个女孩子 一个开疆拓土 一个嘴甜乖巧 一个保家宅安宁 哪个都不错 他哪个都舍不得放弃 一天 我陪他去打高尔夫 偶遇一个生意伙伴也带着全家来玩 那位阔泰看了我几眼 开始热情地和我妈攀谈起来 你家公子有没有女朋友啊 我妈叹了口气 一言难尽 还没定下来呢 阔泰明显误解了我妈的意思 他一边挥干击球 一边看似随意地说道 哎 你看 我们家小方今天也来了 刚从国外回来 可是个海龟呢 我看和你家儿子年龄相反 两人站在一起还挺配的 我妈一愣 眼里闪过一丝复杂 他扫了一眼 羞答答站在旁边的小方 礼貌地笑了笑 是吗 现在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这些做父母的 也就跟着凑凑热闹 做不了主的 就在这时 远处浩浩荡荡 开来三辆高尔夫球车 车一停稳 三个风格迥异的女生 从车上跃下 立刻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第一个下车的是 秦晓鱼他身穿包囤款高尔夫裙 头戴墨镜 气场十足 他摘下墨镜 扫了一眼场中的情形 规规矩矩来到我妈身边打了招呼 第二个下车的是沈幼楚 他扎着马尾垫 身穿白褶短裙 蹦蹦跳跳地来到我妈身边 直接挽住了我妈的胳膊 甜甜地喊了一声 阿姨好 最后下车的是柳如烟 他穿着一条粉色连衣裙 温婉可人 他微笑着向四周点头质疑 然后款款来到我身边 对着小芳说 他已经有主了 如果你急着找对象 可以联系我 我的狐仙桃花服非常受欢迎哦 阔泰看着这一幕 惊得嘴巴张得老大 半天和布隆 而小芳则是满脸通红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妈一脸尴尬又带着几分得意 哎呀 现在的年轻人哈哈哈哈 我服饿 真是天杀的 我竟然还觉得 这幅场景有那么些感动 我在心里叹息了一声 顿了下 又弯了弯唇 反正来日方长 来日方长 接下来小说 是不是要变成婆文呢 头疼